第十八章 内在视觉 第一部分 我第一次出现内在视觉的体验是在某个早晨 当我躺在床上凝视熟睡中的丈夫后颈有趣的肌肉和骨骼结构 我心里想着 肌肉跟颈椎连接的方式真有意思 突然惊觉到自己正在看见的不是表面而是里面 我马上切断了这个视觉 并和自己说 那是自我虚构的幻觉 其后好一段时间都没有再返回内在视觉的状态 不过这个现象当然还是再度出现了 我开始看见个案的身体内部 一开始这很困扰我 但内在视觉一直没有消失 我能看见有关个案的影像 而且这些影像与个案或他们的医师所提供的信息相符 内在视觉就像用人眼做X光或核磁公正扫描 而且精确度不逊于仪器 我们也可以决定要看见的深度和清晰程度 不过当然还是在一定的范围内 如果我想要观察某个器官 我只要专注意念在这个器官上就可以了 我也可以在极有意念深入观察器官的内部或某个部分的细节 甚至看见正在侵犯身体的微生物 我接收到的影像完全就像是照片一样清晰 举例来说 健康的肝脏看起来是深红色 跟肉眼看的样子是一样的 如果得过黄胆或还没有痊愈 看起来就会是不太健康的黄褐色 如果个案曾经或正在接受化疗 肝脏通常看起来会是绿褐色 微生物看起来就像显微镜下看见的模样 我的内在视觉最初为自发性 之后变得可以控制 我发现要启动内在视觉 需要处于一种敞开的状态 我的第三眼 第六脉轮被启动 心灵平静但专注 后来更找出了一些 能把我带入这种境界的技巧 只要能进入合适的心理和情绪状态 我随时随地都能看见身体内部的情况 不过疲倦的时候会比较困难 人在疲倦时很难专注 也很难让心灵静下来 或提升振动频率 此外 眼睛是否张开影响也不大 不过眼睛张开时 可能会收到一些额外的信息 有时候对观察有帮助 有时候反而是干扰 例如 我有时候会凝视要看的东西 帮助我的意念 集中在这个物件上 有时候则会闭上眼睛 阻碍所有会导致分心的事物 内在视觉使用案例 图18-1是内在视觉看到的范例 这个个案是我的朋友 他在冰层上摔倒 肩膀受伤 左上的图是正面的气场外层影像 右上的是内部影像 下面的图则是背面的影像 当我帮他治疗时 我看到他肩膀前方有气场的内出血 有能量从那里流出 背面的能量网格线 沿着斜方肌出现纠结的情况 需要调顺 我把拱成背状的右手 覆盖在能量流失的地方 让它停止 然后梳理背后扭曲的能量线 在治疗过程中 我看到宫骨末端出现碎裂 后来X光扫描证实了我看到的状况 那次疗程只进行了半个小时 相当短 不过停止能量流失和理顺能量线 能让骨骼复原速度加快 图18-2是另一个案例的情况 它有卵巢囊种 根据我目测有网球大小 直径7公分 图18-2A是1月3日的情况 囊种看起来是深蓝灰色 气场上呈现深红色的骨盆腔发炎 当时医生已经诊断出 它有卵巢囊种 但还没发现骨盆腔的问题 到了1月15日 图18-2B 囊种缩小到4公分 医生也证实了它有骨盆腔炎 1月21日图18-2C 囊种变成2公分 但颜色变深 而且有个奇怪的螺旋形物件连到囊种 个案当时正在进行进化饮食 这发挥了作用 不过我当时并未宣布它被治愈 我只是观察事情的进展 到了1月29日 图18-2D 个案经期刚开始 囊种长大到3公分 囊种常有这种现象 2月6日图18-2E 囊种缩小到剩下一公分 3月3日时图18-2F 已经完全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大量健康的 经期前的能量 所有观察到的囊种尺寸变化 都与医生的检查结果相符 由于在1月21日时 囊种的气场颜色变深 医生和我都建议个案服用抗生素 以致向这类型长期的骨盆腔炎 尝试癌症发展的前兆 我们需治疗感染 以避免后续恶化 个案在治疗期间继续采用净化饮食 虽然不用抗生素 应该也可以摆脱感染问题 不过我们不想冒险 因为我用内在视觉看的时候 囊种几乎是黑色的 癌症早期看起来是深灰蓝色 随着病情加重 会转变为黑色 再之后 会有白色的斑点出现在黑色上面 当白色斑点闪闪发亮 跟火山一样喷发出来 就代表癌细胞已经转移了 在这个案例中 囊种颜色实在太深了 恐怕等不及让净化饮食发挥功效 彩图18-3A是另一个骨盆腔炎 卵巢囊种和子宫肌瘤的案例 你们可以看见 使用超感知力来看 囊种跟子宫肌瘤可以轻易被区分开来 子宫肌瘤在气场上呈现红褐色 彩图18-3B是远距离使用内在视觉的例子 有一次在课程结束的时候 有位学生问我能不能替他朋友做治疗 他朋友长了两颗肌瘤 当他提出请求的时候 我马上从内在视觉看见他朋友的骨盆状况 并把看到的东西画在黑板上 两个月后 当我疗愈这个个案时 证实了我当时看见的信息并没有错 它有两个不算大的激流 在气场上呈现红褐色 右边那颗位置较高 在子宫的外面 左边较低的这颗则有一部分嵌在子宫里 它正面第二脉轮有破损 这我在远距离看时并未看见 到治疗的时候才发现 可能跟左边卵巢的移除有些关系 但可能该脉轮在左卵巢移除前 就不太健康了 导致后来的运作失衡 手术肯定进一步对脉轮造成了伤害 除了手术的影响 切除卵巢的女人 通常也会把切除那一边的能量收回 好让自己不要感受到 失去卵巢的情绪痛苦 但这样会阻塞能量的正常流动 而妨碍身体该部位的自然疗愈过程 最终只会让创伤更严重 透过内在视觉 预知未来 有一次当我正要去拜访一位朋友时 发生了预知现象 或者该说是来自灵性导师的警告 我在离他的办公室三个街区远的地方 收到讯息说他不在那里 而且他可能心脏病发 我必须帮助他 我抵达时 他的办公室没有人 于是我前往他的家中 发现他左手紧抓着自己的身体 正处于痛苦之中 后来他在急诊室待了一整个早上 做心电图 图18-4描绘的是 我的内在视觉看到的情况 喉咬和太阳神经从轮处有积压的情绪痛苦和恐惧 心轮处有淤积的能量 而且渗进身体中 直达背面心轮区域 胸椎第五节 向左位移 这节胸椎和支配心脏的神经无关 但位在心轮的根部 我还看见心脏上方的主动脉有问题 当我协助他清除心脏附近机制的能量时 他和我分享他的痛苦并哭泣 这释放掉了喉咙和太阳神经从轮 积压的情绪能量 深色的能量被清除掉了 胸椎第五节也回归正常位置 他感觉舒服很多 结束治疗时 主动脉的问题仍在 不过随着时间过去 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用内在视觉做细部观测 图18-5A和18-5B 是两个用内在视觉做细部观测的例子 18-5A这个案例被诊断为 有类似麻风病的感染 有细小的棒状组织 穿透它的肩膀和手臂区域 我用内在视觉可以看见这些组织 穿透肌肉和骨头的样子 当我们进行治疗时 有一股非常强烈的紫色和银色光芒 流进身体 充满受感染的区域 这束光让这些组织 开始以高频率震动 使它们开始松动 然后这股能量流折返 并将这些棒状组织吸出身体之外 有位罗斯女士的个案 她患有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曾做过化疗 在她身上我看见形状怪异 扁平 白色 如种子般的东西 好像在挤压着红血球 她在大约一年前来找我 好几个医生都告诉她 可能活不过两周 她马上开始接受密集的照护和化疗 她说 当医生们告诉她只剩两周可活时 她在房间内看见一道白金色的光出现 知道自己不会死 她在住院期间 把每一瓶用到的药剂底部都写上 纯粹之爱 甚至包括化疗药剂 结果化疗完全没有给她带来副作用 她的症状开始缓解 等她出院后 一边继续化疗 一边开始和我的朋友派特·罗德加斯特学习通灵 派特·罗德加斯特通灵的对象 是一位名为伊曼纽的指导灵 伊曼纽告知罗斯化疗会加重她的病情 请她停止化疗 然而 医生表示如果她停止化疗 很快就会死亡 因为咽血结果显示她仅仅是症状缓解 还没有被治愈 挣扎了一番 她还是决定停止化疗 她在那时来找我 我看见她血液里有那种种子状的物体 在第一次治疗时 有一阵紫色然后是银色的光束进入 松动那些种子状物体 然后就把她们全部吸出体外 之后再接受血液测试 结果显示她的血液完全干净正常 这是她被诊断出罹患白血病后 头一次获得这样的检验结果 我当然不是她治愈的主要因素 我的角色是支持和净化血液 这些归功于内在视觉 我能够向她确认 保证她的血液中 再也没有不正常的东西存在 直到我们决定 她没有必要再来找我协助之前 每次血液测试 都再次验证她的血液正常 让她坚持自己的想法 是不容易的事 因为当时医生们都很怕 她如果停止化疗就活不久了 并很好心地一再忠告她 我并非要批评医生 他们是尽力在拯救病患的生命 但在这个案例中 有一些医生们无法知道的其他因素在运作 而身为疗愈士的我 能够取得这些资讯 这是医生做不到的事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 灵疗师和医生若能公开合作 对病患来说将是一项福音 这两种角色能在治疗过程中 给予彼此很多的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